我們今天來講的是馬爾斯維爾方程式的物質特性 磁場的高次定律 它是由馬爾斯維爾方程式的一部分 它描述了磁場的原項和磁場線的流出路的關係 表示為 磁場的磁通量突然往熱硬壁和曲面的總和要等於0 感應磁場 它是由當電流通過一個導線時在附近產生的磁場 根據奧姆定律和安培定律 電流氈將產生磁場 大小和電流長度成正比 位移電流 它是一種變化的電場產生的效益 根據法拉利定律 變化的電場會產生感應磁場 電場的變化率發生變化時 將會出現一個額外的電流 這個電流就成為位移電流 磁鐵 這個磁鐵我應該就不用再講了 因為磁鐵你們常常都聽過 磁性和電子 它是有研究磁性的一個重要領域 涉及了材料中電磁的運動和磁性之間的關係 反磁性它是一種材料特性 上次我們這個在工程材料就已經有講過 這種反磁性的通常適用於材料中電磁 電磁磁矩反向排列而產生的 好 順磁性 好 這種順磁性呢 就通常是用在材料中的電子磁矩的外部磁場方向 一致而產生的 好 鐵磁性 它的會產生強烈的磁化效應 像鐵、菇、涅等金屬通常具有鐵磁性 好 那今天就是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